然後我又想問一問 其實你們都是一班年輕人二妹組 那哪裡有經費去營運這個組織呢? 你想入登記政也要錢 最初我們是這麼多個委員會的人 大家就是自貼了 出錢又出力 其實大家都拿了一點錢出來做一些 行政上的費用 譬如我們搞了一個公開講座 其實都要租場地 即使我們是一個非毛利團體也好 我們的收費比較相宜 但都需要一千幾百 所以那筆錢 譬如你弄一個網站 都需要一個費用 我們其實就是由開始的時候 大家拿出來的每個人的少少錢 先去佔資住 因為後來我們一路營運 一路有不同的會員 報了名參加 其實裡面 在費用裡面 有少少都是 提供我們的費用 讓我們之後 就做不同類型的宣傳 行政上的洗費 我知道其實你們也準備 去註冊作為一個次善的機構 即是說 如果大家有心有力 想捐款給Vocha 都可以免稅 是啊 這個 不夠將來就會成事 我們現在都在研究申請 有這麼多經費我們做什麼呢 其實呢 有一大部分的經費 都是 給我們 做我們本地的 工作營運 因為還有一個 現在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 我們希望在 接下來的十月月 就會做我們第一次的工作營運 啊 但會做些什麼呢 那個初步構思 其實還在找一些 partner 去談 究竟哪些團體 是有需要我們的義工 去做一個服務呢 那麼初步呢 其實呢 就有些 想做一些社會服務的 嗯 例如 我之前有和一間 機構 他們就是 不同的 殘 sorry 是有一些 學習障礙的 學習障礙的 小朋友 他們有一個社區中心的 嗯 每一個月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但是為什麼是十二月呢 就是十二月 他們有些節日 其實他們都想帶些小朋友 出去香港不同的地區去玩的 嗯 其實那時候他們特別需要人手 因為本身一來一輩 那些小朋友要點齊數的 嗯 而且 都要找一些活動 和小朋友玩的 我們初步聽過我們的概念 都覺得OK的 但是就 可能 有些少少language的問題 他們都有一些少少 concern的 嗯 但是第一次是 會是被 什麼人 參與去做這個 工作營的義工呢 香港人 可以嗎 我們本身都會有 香港的義工 去參與這個 工作營 也都會 好像其他的 不同地方的NGO一樣 就是會邀請 來自世界各地的義工 嗯 人數方面都是 維持在一個比較小的數目 因為盡量做到一個比較深入一點 大家 透徹一點的了解 還有 安排 住宿 或者是行政方面 都會比較簡單一點 嗯 嗯 如果心機旁邊的聽眾 還是有一些 都是 我們本身做這些 有興趣 和Bow Child合作一下 都可以聯絡我 沒錯 我們期待你們 第一個香港的工作營 絕對會 好 最後 不如你們再說一次 你們的網站 是的 好 我們的網站很簡單 就是 www.voltra.org Voltra很簡單 就是 Voltra 就是 Volunteer Travel 是的 這個網站我都會放上去 我們Yuontalk那裡 是的 Henry 預祝你了 八月這個工作營 日本之旅 日本之旅 很多收穫 很多收穫 我想希望各類型的收穫都有 或者可能去完工作營之後 你又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絕對沒有問題 是的 今天謝謝 Ivy有沒有補充 補充 補充 那幾個老人家怎樣幫我問 我會和他們拍照 放心 香港靠你一位春仙大使 多謝各位 多謝兩位嘉賓上來 歡迎大家也可以上到我們新網站 現在很好玩的 大家自己登記帳號 如果你想聽我們 由上個月開始的節目重溫 一定要去到我們新網站 重新登記才行 當然我們舊的論壇 Yuontalk仍然繼續 大家可以去到旅遊討論那一版 大家可以多些交流 或者有什麼可以PM給阿鏡 下星期一同樣時間 我們在離家出手再見 拜拜